这应该是最绝望的则法吧 2005年8月 四名年轻人先于深夜上山探洞 结果全部惨死洞中 他们探险的目的地名叫咕噜洞 洞内最高处为2米 宽度刚好能容纳四人站立 而洞口到终点的距离 只有4.5米 如此短的距离 为什么会要了这些人的性命呢 时间来到8月17日傍晚 六名年轻人正在聚餐吃饭 闲聊中 女孩吉尔谈到自己 在杨百汉大学旁的外山附近 找到一处无名洞穴 自己的朋友布莱恩 曾带着安全绳深入探索过 由于水质浑浊 布莱恩在返回途中 还迷失了方向 差点没能回来 吉尔心血来潮 不断松拥几人 一去死亡之洞 探索一番 六人中 只有一名名叫约塞夫的男孩 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 拒绝了这个提议 参与冒险的人 分别是吉尔 珍妮 大卫和罗宾 其中名叫肯特的男子 因为身体不适 所以并没有进入洞穴 由于是临时起义 他们随时携带的装备 非常简陋 分别是两个借来的 手电筒和几根蜡烛 凌晨四点 几时才到达洞穴附近 在进入咕噜洞的入口处 果然有一根 布莱恩一流的安全绳 作为组织者 吉尔最先下水 七月三人 依次潜入 当全部人到达咕噜洞 时间为凌晨五点左右 到了凌晨六点 洞外等待的肯特 十分焦急 他们手电筒 向洞内召去 结果无人回应 六点二指五分 肯特报了警 中央救援队 于七点赶到现场 他们使用潜水棒 把咕噜洞内的水 全部排出 漆黑的水下隧道内 吉尔的尸体 虽然被人发现 吉尔其余三具遗体 才陆续被人抬出 时间显示 四人全部死于溺水 原来 四人刚到咕噜洞中 四周变漆黑一片 他们在洞内 点燃蜡烛 用来照明 而咕噜洞 本就是个密封空间 为数不多的氧气 快速消耗 高氧氧化碳 低氧气的环境 令四人相继出现 同于眼花的症状 意识到不对劲的吉尔 虽然提出返回计划 因为随道狭窄 一次只能容纳一人通行 于四人约定 当地人入水后 第二个人 等待三十秒后 再下水 虽然返回的 还是吉尔 在距离出口 还有两米时 吉尔便开始体力不支 更糟糕的是 安全绳 也不在他的手中 他只能摸索着天花板前行 最终 吉尔还是因为 会耗费时间太长 氧气不足 溺水而亡 此时第二人 开始下水 本来就身体不适 再加上黑暗中摸到 朋友的尸体 令他更加慌张 更重要的一点是 原本畅通无阻的道路 被尸体阻挡 根本无法游过去 于而第二人 也溺水身亡 后面不知情的两人 相继下水 他们都被堵在了 狭窄的隧道里 活活地淹死了 如今的咕噜洞 如何早已被水泥封堵 在洞口处的墓碑 警示着后人 探险需谨慎 入洞有风险 我是老树 我们下期见